圣克里斯多福吉尼韋斯 非常有名的景點 就是這個布里斯多福吉尼韋斯 尤其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 又是堡壘裡面的 整個觀景位置最棒的 因為從我後方看去 無敵海景 加勒比海岸的美景 通通是禁收到眼底 被封加勒比海最美堡壘 盤踞在圣克里斯多福吉尼韋斯山頂 蔡總統也來封井名勝打卡 不過布里斯多福吉尼韋斯 給哪裡轟金桃 圣克政府為了迎接小英 設置的迎賓活動帳篷 被風吹得警官警官 觀光業一直是 聖克里斯多福吉尼韋斯的 重點發展的產業 台灣也有成熟的旅遊產業 所以這一次 我們特別邀請 國內觀光旅遊業者 祖傳來考察 頭髮被風吹亂 蔡英文邊講話邊剝頭髮 站在台上眼神 還偷瞄搖搖晃晃的帳篷 記者捕捉到維安漏網鏡頭 小英講話時 維安人員合力壓著 飛起來的布篷 試圖要把布篷固定 不要讓布篷發出聲響 保護小英的同時 還要控制掌棚 蔡英文到這邊的市中心來訪 而這裡的小朋友 他們還特別練了中文 你好 你好 小朋友手裡拿中華民國國旗 嘴裡喊你好 讓聖克里斯多福漂台位 就連總督席頓贈勳給蔡英文找來演奏的鋼鼓樂團也很大興 朋友月亮代表我的心經典台灣歌曲的旋律飄揚在加勒比海 這一天的聖克里斯多福很台 記者陳子芬、邵玉敏在聖克里斯多福的採訪報導